中国解放军有这么一支部队,它有约90辆99A式主战坦克,90多辆八轮式步兵战车,超过150辆04A型步兵战车,共计装甲车超过1000辆。 曾经打败过中日荷兰军的形成信息化战斗力,数字化的13个集团军中第一个机械化师,它被人称为中国的未来陆军样板,这个事便是1120。 这个事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最强部队是因为央央二师在全陆军率先基本而成了数字化,信息化试点转型,并且实现完全机械化多年。 除了坦克,步兵战车,这个事的所有火炮,都是轮式自行化,履带式,装备了远程多用型反坦克导弹导弹发射车红尖赋实。 有三个99A式主战坦克营,08式罗氏步兵战车营,五个04A型步兵战车营。 不光如此,1120的防空能力,也也是一等一的。 有只夜市能力的红旗17防空导弹和09式35毫米,双管自行高炮,使陆军队低空,超低空的空中威胁来袭的应变能力大大提高。 1120在战斗时还拥有第81集团军武装直升机的陆豪旅的配合,也只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才可以与之相比。 1120还能通过打,针,空凭整条连路,实现千车万人一张网,在联合战斗中联合作战体系发挥出最大战力。 这样的数字化机械化师若陆航部队的配合下,即使是美军的机部师,也未必不可以哈洞。 并且试图订出的团ags和编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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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中文字幕 并且试图订阅 写真人 blessing, 写真人的转发,战斗里的手术。 有一个有益格的汝补给我们的所在同时做的时间。 五十一块,红色的汤补给我们的足处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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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